Darkness J Control 哈囉大家好,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 Warframe 希諾斯 Prime 這一把弓 那因為昨天講的飛龍希諾斯嘛 所以當然今天就要來講希諾斯 Prime啦 那麼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他的面板 以及他的特殊的攻擊方式之類的 好,那麼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面板 好,首先呢希諾斯 Prime 他這把武器比較特殊啊 他有兩種射擊模式啊 就是分別是我們的水平射擊跟垂直射擊啊 那他本身是自帶多重射擊3的啊 所以說我們平常射一發子彈 他就是射3發箭矢出去這樣子 那他本身水平跟垂直他的面板差異是沒有什麼差的 他唯一的差異就是一個是水平一個是垂直 對,就是這樣講幹話 他們基本上兩種都是一樣 我們雙爆,就是爆率蠻高的 然後觸發也很高這樣子 那尤其他就是散彈類型的武器啊 就是一次射3發他的觸發間接也會比較高一點 雖然他是發射物總和這樣子 他是以散彈槍的機率去算他的觸發啦 所以說... 欸...其實...還算可以 就是還算是...就還是高啦 就是...沒有到太低也沒有到怎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他觸發蠻高的30% 好,那麼...基本上他的彈藥拾取量跟我們上次的飛鴻金弓斯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12啊,然後被彈也是72發 然後一樣自帶1的穿透 但蓄力時間是他的兩倍,就0.5啊 那這樣子,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那他的唯一的優勢呢 就是在於他的多重射擊啊 那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 就他有分水平跟... 垂直 那我們水平的話他就是這樣子 射出去他就是三隻箭矢 對,就是水平 就這樣,水平 那...垂直的話他就是... 三隻箭矢、垂直 那垂直看起來比較密集喔 這樣 好,那麼...這邊我們先來給大家看一下他配卡 我個人推薦他的配卡是長這樣子 好,那麼...延續我們上一次就是有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直擊彈藥類的武器啊 就是...激昂才能都是非常的搭啊 那麼...他...又是一個散彈的 然後他又配的觸發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跟金元素脫不了什麼關係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我是放病毒這樣子的那個...屬性 去...打病毒千人 那主要為什麼是病毒千人 主要是因為他有...本身多重射擊有三發 那麼即便他的暴擊機率啊 可能大家可以看我現在暴擊機率啊 最後不是說100%什麼什麼的 講成這樣 那...主要是因為他的暴擊機率87點多 基本上也是接近九成啦 那因為他的多重射擊本身是三 那麼我們...基本上他...沒有到百爆其實就比較沒有那麼嚴重了 那他還是可以到...就是... 甚至啦他是更優勢的...更優勢一點 因為他如果三發都有暴擊 他是一次觸發三層切割 但是我們上次可能就是一發穩定百爆 那麼我們還要去拼30%的機率看有沒有切割 那頂多也才一層切割這樣子 所以說...這一把呢 就是他的性質啊...是更...貼切 就是更...更適合玩...病毒切的流派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因為他攻擊頻率變高了 所以說...更...更適合玩這樣子 所以說我這邊...然後他的觸發又...本身又很高 所以說...我們基本上這邊就是放個獵者戰備 然後病毒...金卡...然後跟激陽才能這樣子去...做一個搭配這樣子 好...那麼這裡呢...我一樣是推薦大家可以放施裂皮啊 主要是增加他的射速跟...穿透 那...沒有的話也是可以放我們的施裂啊 那覺得穿透沒差也是可以放我們的卑劣加速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施裂皮這樣子 再來這個...因為為了要打獵者戰備 所以我們就要撐雙爆 那這邊就是推薦放致命一擊跟弱點感應 這邊就不...推薦大家放關鍵延遲啦 主要就是因為他...這把...射速...還是會有差啊 那個手感還是會有一點差這樣 好...那麼這裡呢...多重射擊的話 我個人是推薦烈箭紛飛啊 因為他本身是三發箭矢 他其實蠻好命中人的 那...我們如果用水瓶去射的話啦 呃...我會推薦大家 如果你要把他當成散彈槍、散彈弓碗的話 你可以玩水瓶射擊 那你如果是要把他當成...精準瞄準 那你可以玩垂直射擊 那這個時候你就是放激樣堂射會比較好這樣子 那如果啦...就是我個人自己...這個是推... 就是這一次啦...我是推薦大家可以玩... 看看烈箭紛飛喔... 烈箭紛飛大家西諾斯潘其實會有一種... 莫名的爽感 就是完全就是走散彈的路線 就是...因為他有一個減精準 所以說等一下大家會發現到喔 呃...不管我拿水瓶啊還是垂直啊 基本上都是要把他當成散彈弓來用了 那我們就是要...硬貼上去拉攻射就對了 好!那麼我們這邊呢... 輔助卡就是特殊光潮我們這邊就是綁... 就是讓我們帶我比較不會那麼缺 然後我們的負能的話 基本上也是主要武器拿比較好疊啊 就是...然後他就會加一點裝填速度 其實裝填速度...對弓來講會有一點差啦 但是...至於差在哪裡其實不是在蓄力啊 而是蓄力射完後到我們下一發箭矢拿出來的那個時間 他其實會有一點點差 但是這個主要武器的效果其實... 有一點點的...不太會發現不太會注意到這樣子 好!那麼接下來就來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效果啦 好!那基本上呢...我們的水平擴散是長這樣嘛 三發這樣子橫的 垂直的話則是直的 然後垂直比較密集這樣 可是在我們今天吃了獵劍紛飛的效果啊 那...我先稍微射幾隻 大家可以看現在是垂直喔 我這樣子一次射一發他就疊滿效果 我射一發疊滿效果 那我們垂直之後他就會變成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 火的錘子觸發力劍紛飛效果 減精準之後 他變成水平了 那至於水平呢 我們吃完力劍紛飛的效果 他變成錘子... 呃...不對 變成閃彈 他也沒有到錘子 他就閃彈 那我個人是比較推薦這個玩法啊 可以...拿著水平模式 一路射到尾 就是...變得非常的痛 那基本上大家...因為他一次射三發 所以我們是可以...呃... 直接把... 獵劍紛飛效果吃好吃滿 就一次吃很多層 然後...可能射兩...兩發 他就已經預熱完成了 那...像大家可以看到我跟他稍微射一射 其實他就已經半條血不見了 那基本上我們... 可以這樣子一直射 然後一個閃彈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閃彈上去 他們就沒了 哈哈 我們基本上就這樣射一發 然後一個閃彈 然後大家看到那個切割 那個病毒疊了 瞬間疊七成 那...切割的話就隨緣吧 畢竟...非洲... 就是非洲 就是疊不太... 疊不太到這樣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可以把他當散彈弓來用 那...有射過一隻之後 我們就是可以這樣子... 貼的人啊... 這樣子射 我們需要一隻怪獻燒獵 那他傷害是不是超級夠啦 絕對足夠 喔差一點 其他都差一點 這些都差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要... 持續作戰就是了啦 然後...想辦法把獵劍紛飛的效果 保持著他的效果這樣子 那如果面對一群怪覺得... 那個...可能... 不太好...貼近... 不太好近身的話 那其實也是用垂直 那個... 把他變得... 比較...擴散一點的閃彈槍來用 好!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去看一下他的實戰啦 好啦 那麼現在讓我們來到我們最熟悉的 虛空鋼刃見面啊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希諾斯P這一套配置在實戰中的效果大概是如何 好那基本上我們第一隻怪... 就是我們的犧牲品 應該是我們看到... 每次看到新的怪啦 我們基本上兩發... 呃... 好...有點尷尬 哈哈... 護盾...護盾除外 哈哈... 基本上是可以一發到兩發就可以把它弄掉啦 基本上你有吃到另一件紛飛的效果 欸!等一下! 這...這是奇蹟啊! 一個切割都沒中欸! 呵呵呵... 哇... 非洲小玩小玩怪 名不虛團 一個切割都沒中 呵呵... 連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剛剛這怎麼回事 怎麼...怎麼會... 一個切割都沒中咧 明明那麼多發箭矢 射出去一個切割都沒中 那...這一個... 的... 玩法呢... 由於他是... 天向現彈槍啊 所以說更需要一個坦的 更需要一個... 輸出空間啦 就是我們需要衝進去... 對怪阿拉瓜拉瓜... 的... 功... 呵呵... 那如果你要再遠遠射的話 那倒是推進他可以用錘子啦 錘子的話... 我們... 就是可以遠遠的射 這樣子 一次射很多這樣子 不過...缺點也比較明顯啦 就是我們... 如果射很遠的話 我們就是... 傷害會分散這樣子 那... 射近的話其實也還差不多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水瓶那樣子... 射擊 主要是傷害比較密集啦 就是我們算是垂直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到垂直 基本上我這樣子傷害很... 很...很分散 雖然都射得到 但是傷害很分散 然後我們... 彈藥量可能就會消耗比較多 其實... 其實... 四分疊起來傷害是夠的 喔喔... 這射擊牌的好爽 呵呵呵... 一堆數字跳 這騎的蠻爽的 可是他的缺點... 大家應該有發現到 我的彈藥量剛剛有一度疊到... 三十幾阿 那個...消耗有點嚴重 那就是因為他的... 彈... 彈幕密集度... 不搞阿... 會被分擔掉 那我個人還是... 欸...我怎麼死了 我個人還是比較推薦... 拿... 那個... 水瓶的模式下去射 就單純把它當閃彈槍用 直接把它當閃彈槍用 像這樣...水瓶 然後...直接射 稍微撿一下子彈 欸...好像也不用 剛剛那隻怪掉了蠻多子彈的 那在面對一坨拉庫的怪阿 我們的... 呃... 射速 然後...還有穿透什麼 就非常的有用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推薦 撕裂P的原因阿 因為我們需要短時間內一直... 射很多發 欸...射很多發 然後... 穿透的話則是可以讓我們面對一群怪 再疊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快速的清掉這樣 那我們... 遠方射的話可能不太好啦 不太好用 配列劍紛飛的話 不過如果各位是放基隆... 這樣子會比較痛 喔...對 然後這邊跟大家稍微的... 講一下 就是... 西諾斯Pine他其實有一個... 小隱藏的被動 那就是他的... 他的... 到頭傷害啦 會有額外的50%阿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阿 平常可能... 不會去... 注意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 就算在打卓越者阿 也是... 非常的...夠阿 那個...主要...主要是那個疊起來阿 那個... 分裂... 分裂... 射擊... 那個... 一堆箭矢疊起來實在太痛了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呢 跟... 以前都一樣阿 就是... 如果五分鐘到 小黑還沒出來 那我一樣會等到五分鐘後 就是小黑出來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這把... 武器阿 在打小黑的效果 大概是如何 我還可以... 可以利用連體 這穿透射得過去阿 欸射得過去 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穿透... 穿透3.3阿 有沒有看到 這個...這麼厚的東西 他都射得過去 3.3他這麼厚都射得到 超狠的 欸... 箭矢... 喔箭矢在這邊 大家有沒有看到 洞都可以射過來 從這邊射阿 然後他都可以射到對面 好... 這邊有一坨怪的話 我們就直接射這樣 好... 那小小黑也... 很應景的 剛好出來 要跟我們交流 交流一番阿 那我們... 稍微的... 輕一下怪 盡量不要讓他們在我們 等下的戰鬥中 反我們 好...然後小小黑出來 就直接對著他臉上就是... 閃彈槍 好...你看他閃彈槍其實 傷害是...也還不錯啦 就是... 跟... 欸欸... 欸... 呃... 好吧 基本上... 他跟... 飛鴻希諾斯的傷害 其實會有一點接近阿 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小小黑他身上會有限制觸發的... 效果阿 所以說... 我們的切割沒辦法... 抵到那麼多層 那這一把... 弓阿 就是配... 烈箭紛飛他的優勢阿 就是因為... 他的箭矢的數量多 所以說他的切割會比較多層 所以說我們平常打小怪會... 變得比... 飛鴻希諾斯傷害還要來得痛這樣子 然後我們... 呃... 由於又是裝立箭紛飛 不是放激陽多... 激陽堂飾什麼的 所以說我們在死掉復活 我們需要... 或是我們... 一開場需要暖機的時間會比較少這樣 所以說我們就算不特... 特別的... 有機傷 我們就算沒有... 那個... 什麼... 復能阿 就算沒有那個... 呃... 激陽才能的效果 我們... 也是可以打出... 蠻多的傷害 然後去... 殺怪這樣 你看到這個卓越者 基本上疊起來啦 是一... 可以一發秒掉喔 跟那個飛鴻希諾斯不太一樣喔 飛鴻希... 飛鴻希諾斯我們... 雖然疊起來還是需要一下下時間去... 把他打死這樣 那... 散彈槍... 的... 武器阿... 跟... 弓箭武器 跟單發武器的通病 就是... 我們需要貼近 很容易死 呃... 單發不一定要貼近 但是限彈槍的通病 就是要貼近 他傷害... 打... 可以打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 會容易死這樣 不過有一些... 範圍... 範圍攻擊的那種... 像什麼... 換離子那些... 倒是... 例外 我這邊說的限彈槍是指說 跟傳統限彈槍一樣 是靠多個彈頭 然後去打傷害的這種 那... 我們可能遠... 遠處打他的傷害就會分散 喔 其實他切割的人都很痛 可能是因為他... 裡面中有擊發箭矢爆頭吧 所以才會導致他... 射到... 然後卸到... 那這一把飛鴻... 不是飛鴻... 這把新弱斯派的... 優勢啦 就在於我們... 在面對這個... 這個什麼... 罩子 我們比較不用怕囉 因為我放的是獵劍紛飛 然後他本身彈頭又多啊 所以說基本上他的... 彈頭數量多 我們... 面對罩子基本上是... 一發過去 他罩子就被我拆掉了 那我們一樣還是要貼著他才有傷害... 沒辦法 畢竟他是限彈弓 他現在那邊比較多怪喔 其實是可以換成... 平行的射法 大家可以看... 護盾還是要拆一下子喔 拆完才行 好 稍微疊... 稍微把... 分... 裂... 唉唷 附近有那個... 減傷90%的卓越者 然後在這裡 這一隻很麻煩的... 哇... 這隻真的是麻煩重合體耶 C族然後... 那個... 守護卓越者 然後又有罩子 呃... 弓箭類的麻煩重合體... 喔... 弓箭類麻煩重合體 中了我們一個列下碎片 真不愧是... 麻煩重合體 哈哈... 有一種打小Boss 然後拿到獎勵的感覺 哈哈... 好...那我們把那隻解決掉之後 其他怪基本上就很軟了 最後還是暴斃了 好... 那麼既然徹底點出來了 就讓我們徹底吧 那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他破罩子是很快的喔 我隨便射一隻 等一下... 讓我... 讓我疊一下效果啊 別跑啊 哈哈... 順便直接復活 讓我疊個效果 好... 好... 大家可以看... 射個兩發 他罩子就爆了 那徹底點出來就... 徹底啦 好...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那麼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下一個大大喜歡 那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也幫我按下你的訂閱閉嘴 記得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 我有什麼新的影片的話 才會第一個時間通知你 然後... 就是... 欸...我剛剛... 喔...我剛剛沒有打死小黑 那... 好啦...那今天影片會不會結束喔 那麼... 大家掰掰 掰掰